8条怀疑用来打架的钢管 这里有20多名从事三赔活动的女子被警方收容遣送 水围俱乐部不但存在超时经营问题 还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 二楼的十多间包房被警方查封 据悉警方将不间断开展对超时经营和违法经营娱乐场所的清查 绅士特约记者报道